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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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的特點在哪裏呢 就是這裏 青味淡語 就是介紹大家 究竟古琴的淡味道在哪裏 以及淡之中 它的意境是怎樣的 我看看能否表現出 《平沙樂眼》 整個主題 中國音樂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中國音樂每一個就是惡以再度 每一首歌都有標題音樂 每一首歌都有意思 跟西方的音樂有很多不同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是什麼貝多芬第幾多號作品 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然後就是什麼呢 那首歌我彈出來好聽 你們自己想了 是不同的 中國就不是 我們每一首音樂 作曲家寫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意念在那裏 他想把這個意念能夠進入歌 再表現出來給你們看 其實所謂的這些音樂是什麼呢 就是把那個作曲家有感情 能夠用音樂 儲了這個感情 然後當你再彈出來的時候 他能夠表現這個感情 是能夠感染到你的 所以音樂就是用來 裝載這些感情的一種方法 平沙樂眼就是清淡日田日 借紅菊之遠志 寫日時之深空 就是我們要一個很高遠的平淡 寧靜之遠 就是這個字 清朝的張良 他就寫了一首平沙樂眼的詩 他就表現到 也表現到這首歌 基本的意境 他說 秋水妙無際 天空陽遠陰 奴花一片月 直直寒江深 寮淚指幻作 回場開伏沉 諒詩聽又起 消風滿梭流 這些詩的 要大家感的 要大家感覺感應 他就描寫出 在我們面前 一幅的圖畫 是秋天的 萬里晴空 有這樣的情景 這就是平沙樂眼 我找到其中的一首詩 是能夠表現出 他的意境 但我更喜歡的 就是蘇適這一首 很多人都聽過了 但這一首詩實在太精彩了 他說 人生到處 知何此 英子飛鴻 踏雪麗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 麗相偶爾 流子爪 雄飛那伏 繼東世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 結過緣的 可能大家都會記得 啊!我都聽過 有這樣的事講過 這樣已經是很好的 很多時候我們見過之後 這次做什麼事了 已經忘記了 這一個呢 你看到人生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平沙樂眼就是什麼 他的眼睛在那裏 噓噓噓噓噓噓 走了 是不是啊! 他流所少少少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蘇勒摩當時 是去經過一個寺廟 見了一位老僧 跟他結完 聊得很好的 然後聊完之後 就去了 他另一個地方了 跟著回來 那個僧人已經走了 所以你看到 老僧已死 成身塔 壞逼無有 見舊堤 往日崎嶇還寄否 路上人困 展露勢 這個呢 蘇勒的首詩 是很精彩的 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文化 可以感染到我們的地方 所以看到 如果這些年輕人 現在 連一點點古文都看不到 哈哈 你說幾可惜啊 你說幾可惜啊 好不要緊 我相信 在下一代 應該會好些的 好嗎 OK 說那麼多 就跟大家彈一首歌 好嗎 好啊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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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